起床给泡泡煮个早餐 昨天买的那个饺子 我最可以知道 这鸡肉多什么呢 好吃吗 好吃吗 好不好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草云 今天星期六婆婆放假在家里面 早早就让我起床给她煮早餐吃了 今天早上吃的饺子婆婆 昨天呢就是因为我直播了整整一天 我的喉咙就沙哑了 这些笋干呢我昨天整理出来 卖了很多了 现在还有一点点 来看一下 整理出来的一炸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段时间卖笋干了 一边直播一边整理 整理完又发扩 真的是我全手包办 所以这几天都特别的累 爸爸你光顾着吃吗 我们回去广宁好不好 去我去爸爸 你那个刘海剪得像那个蘑菇头似的 好不好看 来吧 爸爸穿白色衣服显得更加白了 是不是 好吧 哈 哇 哇真的 昨天啊真的晚上啊我感觉说话都气痛啊 真的说不了 好 因为一天上两场直播的话真的是一个人 一边在这里说一边工作 然后又要从家里面把这些货搬出去 所以啊感觉真的好累哦 奶泡 为了你上学我也够拼了对不对 9月份要上幼儿园了 过几天就不去那个早就搬了 就9月份去幼儿园哈 到早年上幼儿园了多水一点 爸爸现在会讲很多话了 好吃吗 给一口妈妈好不好 好了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时间回去广邻哦 呃想回去玩一下好久没回去过了 来泡啊 趁着泡泡今天放假我们就回去了 好 呃工作了那么多天 休假一两天好不好 泡泡 泡泡很喜欢吃水果哦 对不对 好啦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 喜欢我的朋友请给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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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远一个 来泡快点 鼻星爱你哦 在水线里面水到的啊快点 鼻星爱你世界爱你哦 爱你哦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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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